没有什么无奈 我跟你讲 那就是我的过程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给我的养分 其实我觉得 真的就是对我 后来做人做事 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事情他就摆在那里 我也不用去演讲 你就看到这个人 他可以烂到 你看 如果坐牢要坐两次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都可以再站起来 那为什么你们不行 不是年轻的时候吗 不是吸毒吗 我觉得人放弃自己 他就是不想 怎么讲 就不想再往上爬 不想努力了 不想努力 对人生没有什么期待 但是那时候说 很想放弃自己的时候 后来是怎么走出来 我很幸运 然后就 因为以前一直就躲在家里面 躲在家里面 那后来就是 就是由警察来了嘛 就把家里 一些围禁品 全部收干净了 然后我才慢慢地清醒 就脱离了那个环境 到现在会不会觉得有时候 新闻时事出来 还会讲到你以前 会不会觉得有点无奈 没有什么无奈 我跟你讲 那就是我的过程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给我的养分 其实我觉得 真的就是对我后来做人做事 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事情他就摆在那里 我也不用去演讲 你就看到这个人 他可以烂到 如果坐牢坐两次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都可以再站起来 那为什么你们不行 我会跟小孩子说 我从来不避讳 就最近不是有这网门 你怎么吸引人 你挡他那个 有没有 对啊 下课才会很勇敢地 在脸书发文说 你这一个状况 跟人感 那不是勇敢 就是 那就是我的过去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抹杀 我自己的过去 我应该接受它 我为什么要抹杀 咱们 你们 PRESIDENT 帮 Tex 看到 是我 我 把 我们 试